今天跟那麼多小孩子一起相處 大家還適應的來嗎 還OK耶 你覺得咧 我可以耶 我原本很擔心 因為這個年紀小朋友 我不太知道他們的狀況 可是剛剛我覺得 可是我剛剛覺得 我應該是可以跟他們持續 相處兩個小時 哈哈哈哈 可能在一個小時我還可以 對 這可以嗎 我們音樂可以關一下 好沒了沒了 OK我覺得還蠻不錯 我剛上來之前才 才想說 哇三四歲的小孩會不會很難 很難控制或什麼 但發現他們蠻有團隊概念的 而且很好Cue 對 一二三啊就全部啊 蠻好玩的 所以兩個人平常跟小朋友相處的話 我們要自己一個約著 我覺得絕招就是 聽他講話 就是先確定他要做什麼 他就會尊敬你 就不管多不熟 你就先去跟他 應該說先順著他 不是說順著他鬧 而是順著他就是 看他在做什麼 然後跟他一起做 他就會覺得 欸你OK喔 這樣 這是我的絕招 因為我戲裡面其實有帶著一個 大概六歲的小朋友 小男生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其實 有一點擔心要演單親媽媽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相處 所以我其實有偷偷研究 他跟他媽媽相處的狀況 我發現他媽媽就是用一個 就是不要一直去care他 就是他如果今天摔倒了 就是叫他那你就爬起來啊 有沒有受傷 沒受傷好那就站起來 就他媽媽一直在用一種大人的方式 就跟他溝通 我覺得還蠻有趣 所以我後來 在戲裡面我都一直用大人的方式 就是可能放飯時間 他就會跑過來 然後看我在吃什麼 我就說那你今天吃什麼 他就說排骨便當 我說很好 趕快去吃飯 就是用正常的方式跟他講話 對 就不要刻意的好像 太care他 就是好像很擔心他 對 這樣還不錯 OK 那兩人在這一次那個其中的角色 可不可以幫我們大家解釋一下 好 你先 我幫你介紹 他是電子花車女郎 超正點 哈哈哈哈 對 他穿的那個就是 因為很敬業 他花了很多時間練舞練歌 然後所以他一上場的時候 我整個就 就 對 但是其實他也是演單親媽媽 然後帶了一個小孩 然後很辛苦的生活 嗯 那我呢 又盛飾演一個幼稚園園長 嗯 超怪 因為他就是有一個怪癖 叫做 強迫症 做什麼事情都必須要 他介於很嚴重的潔癖 跟一些心裡有點變態的事情這樣 所以其實看了電影就知道 他是演一個怪叔叔 好可以這麼說 然後就是我們 三個兄弟因為很多原因 沒辦法結婚 然後遇到了不同的女孩子 然後給我們不同的刺激 所以有了不同的故事 敬請期待 好 對 Doros キャベェ